請問一下詠琦 你在台北市就買了一間小坪樹的房子 當時你買得非常開心 覺得賺到了 對 因為呢 其實我是一個很愛花錢的人 然後差不多在 所以才做這一區 對 就賠錢區 謝謝大家 然後那就差不多是2010年 2011年左右的時候買的 那之前呢 就有仲介是自己的朋友 就說 明昭你愛開金 那這樣子好惹 你不如把錢存了一部 這樣子 也沒有道理的啊 對 就是有個頭七塊 然後呢 你去買一個小坪樹一點的 那我就說 可是我想要在台北市 因為我有台北市的一個名師 然後他就說 那這樣好了 有一區一直都不漲價 也不太會跌 叫做中山區 因為中山區畢竟比較亂 那我就心想說 好 如果我買在中山區 其實來到電視台 其實也是都蠻近的 對 就心裡有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然後那時候他就跟我講說 我記得剛開始他跟我開六十幾萬 一坪六十幾萬 新房子嗎 沒有沒有 二三十年的房子 那也是老房子 對 然後他就跟你講說 我跟妳講 你看喔 這樣公色很低啊 租屋池 我說想一想也對 反正就中間一開始洗腦 然後想說自己的朋友 一定不會騙你 那我就一直跟他說 我覺得六十幾萬真的有點過高 那我說是不是可以跟屋主周旋一下 就是妳要不要請屋主出來 那我好好跟他聊聊 就是我們也不是固定的上班族 就是收入也沒那麼穩定 他就說可是這個屋主啊 人在國外 他全全交給我處理 我就說喔 那我覺得我也信任他 那我就說那 反正我們就周旋很久 那我最後就跟他說 要不然這樣好不好 我覺得我心裡有個低價 對 如果低於五十萬 我覺得我買了開心 好 他就說好 那最後成交價 少了一千塊給你 四十九萬九千塊 如果低於就開心了 欸 不錯 那比較好冷啊 四十九萬 從六十幾萬殺到四十九萬 好像也不錯啊 很厲害喔 差很多啊 對啊 我也覺得超開心的 做感覺的 對 朋友有出力了 對 真的有出力 然後我就會也很感謝他 那你聽好喔 到我最後教悟的時候 不是有時候要 賣方也要出來 我自始至終都沒有看過這個人 沒有看過賣 屋主沒有看到 我沒有看過屋主 就是你那個朋友 在幫他賣這樣 對 他就說這個屋主 什麼全員交給他 在國外啊 對 諸如此類 好了 那我也全部都相信了 然後過一個 就是隔了幾年之後 因為我要買大房子 那我是不是要 就要把我這個小房子 先賣掉 對 那就是在中間過程當中 我又請了我一個 也是仲介的朋友 就幫我賣了 要賣這個 中山區這間房子 然後在賣的時候 他就說你到底買多少錢 我就說 我就老實跟他說 49萬9 因為真的這數字太好記了 他就去實價登錄 對 我告訴你們 人的話真的不能行 蛤 你知道實價登錄 在那幾年 就那個地段 只有成交一間 就是我那一間 就是你可以抓抓抓 就大概樓層什麼都對 其實實價登錄是三十幾萬 蛤 你現在聽得懂意思嗎 他就是用騙的 比如說 他可能這間房子 你不是買49萬9 他就按那個登錄啊 實價登錄 照常來講是這樣對不對 沒有 他應該是怎樣 他可能呢 也騙了這個屋主 或是這個屋主 他不知道行情 哇 他的仲介費抽好高 對 他等於說中間去轉手 他難得遇到一個買賣方 都不知道行情的狀況 對 好然後呢 最後我就說 我就一直跟我這個 就是我後面要處理 這間房子的仲介 我就一直跟他說 我真的是買49萬9 然後他就說 你是不是騙人 你如果 你不要騙 如果你買三十幾萬 就買三十幾萬 我說我跟你講 我要騙你們這幹嘛 然後最後他就問我說 你合約書還在不在 我說已經 我已經買了那麼多年 照常來講 我已經把合約書 都丟掉了 啊 對 他說 對他說要不然你可以拿著 那個合約書 去他們那個仲介公司 因為也蠻大間的 他說你就去跟他們總公司反映 你們業務這樣是不行的 也許他們公司會出來做處理 那我說已經四個四五年 他會理我嗎 他說其實多多少少還是會 那一瓶差十幾萬耶 對 然後二十幾瓶的話 就差兩百多了 沒有 因為還好那小套房 那就十幾瓶 江小姐你很有錢耶 十幾萬就這樣子很開心的 這樣也不去查 就住了十幾年 你不去看一下 我會覺得就是五十萬以內 就覺得好像是合理的狀況 你之前有去查一下 附近的這個價錢的行情 就是我們也是上什麼 什麼租屋網什麼去找啊 然後我就覺得附近行情 他只是看到開價行情 對 我應該是看到這個 對 其實這個案例 中山區 兩百萬的套房非常的多耶 蛤 中山區一間兩百萬的套房 非常的多耶 你自己去看一下 滿街都是耶 所以我覺得你當然是 中了房中的話說 你說那個好朋友 出國你在問說 那個屋主去哪 他搞不好跟你講是移民 賺很多錢啊 沒有時間處理這一間小房子 就隨便賣之類的 就是中了房中話說 你不會過整理的時候 又發生了另外一件悲慘的事 這件真的是 也是蠻悲慘的 就是那時候買的時候 我不是說已經是 二三十年的老房子 然後因為裡面裝潢很久 所以我就把重新的管線 然後裡面 對 就整個打掉重換 那你就會覺得 嗯 這樣重換之後 應該是OK的 那好死不死 我住進去沒多久 他就剛開始有點小漏水 那我想說奇怪 啊不是管線都換了嗎 花那麼多錢 就我們就開始找找找找 不是自己家管線問題 是大樓管線 那大樓管線 那你就整個管委會講 就說不好意思 就是大樓管線有漏水了 那可不可以請你來修散 那他們呢就之後來看看 然後找了水電行就跟我說 你要這個管線重新整個打掉 是不可能的 你就等於說 如果你要打掉 是整棟十幾層 你全部都要打掉 對 那可能只能請水電師傅 在外面包起來 做修散這樣 那你也只能想 喔好吧 沒辦法嘛 好了 然後等到我要賣 這間房子的時候 悲慘事件 那才是真的叫慘 比剛才那個賠十幾萬 更慘更慘 慘到你會想撞槍 然後會覺得怎麼世界上 就是該發生的都發生在我身上 漏水不打緊喔 然後那時候我不會請了 我仲介的朋友嘛 那他們仲介就是 我 就是比如說我們三個 都是仲介朋友 就是這間房子在賣 然後你也可以賣 你也可以賣 就是這樣互相嘛 於是呢 有一天仲介忽然間打給我說 江小姐 你家的套房淹水 淹了兩三公分 我說是水龍頭沒有關 才有可能嘛 結果找管線原來是我們家樓上 水管破了 那我們就請跟樓上的 屋主就講說 不好意思 就是水管破了 你們要做處理嘛 因為不是我的問題這樣 我剛開始都會跟你說 我在以後一定要錄音 好啦 我知道我知道 你修理多少齁 你整間重新油漆 然後你船要換 你地板要換 我通通都賠 也是水很慘喔 你聽完你是不是就覺得 我也不可能錄音嘛 我就喔好好好 就是要錄音啊 對其實就是笨到我沒錄音 我們全部修閃完畢 然後好像我記得 好像六 好像弄到六萬到十萬吧 那我們就把手據拿給他 就說不好意思 你當初有講要付這個費用 開始人不見了 他不住那嗎 住那 就是人不見了 怎麼打 不讀不回不接 按電鈴啊 不是在樓上 我們就不好意思去按啊 還有不好意思 我覺得還是不好意思啦 你房子都醃成這樣 還不好意思 我就拍水啦 就是覺得 給人家請問答好 你那個 你問六萬塊錢 他幫你當多啊 全都來了跟你講 我跟你講他真的很疲 最後呢 因為官委會知道這件事情 那我就跟主委講說 不好意思 當初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你也在現場 你也知道這樣子 是不是可以請你 聯絡這個樓上的無助 你知道嗎 他跟我講說 蛤 有這件事嗎 我說有啊 你當中不是在那嗎 好 那有 那有 對 就是比我更會演啊 裝死啦 我就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正面說瞎話 對 然後他就說 這是你們的事情 你們自己去處理 不干我的事 然後我就問了 那個管理員 那管理員其實人很好 就跟我講說 江小姐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其實你樓上的住戶呢 是這個主委的親情 喔 對 然後最後我就想說 趕快把房子就是便宜賣掉 就好了 到底便宜賣掉有賠嗎 後來賠多少 有啦 就是賠我當初的裝潢錢 還有那四年的 繳的房貸的錢 就這樣子 就一百多萬就沒了 賠一百多萬 那剛剛你前面算 買貴的有算在裡面嗎 沒有耶 都不只啦 而且小泰房還買貴 還一百多萬耶 你怎麼還可以笑得這麼開心 幸好他人生還蠻樂觀的 我想錢再賺就有了 但是你會就是告訴自己 嗯 他們會有惡報 好